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是2021年的第一支上星视频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开挂 我们新年好运重启吧 那今天的上星呢 其实非常简单 只有两个产品 三个SKU 其中呢 有我现在眼睛上这个很bling bling的眼影 是双色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特别要隆重介绍的 我们的睫毛大体膏 这个原本是要12月上的 刚刚好没有赶上我们那个节点 所以呢就放到了1月份上 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先来开始讲解这款产品吧 那我现在的睫毛上面是什么都没有涂的 我自己的睫毛非常的非常的短 就又短又稀疏很没有存在感的那种 就是家族遗传吧 我的毛发都是比较细软 又很不浓密 又我本身化妆前是一个非常淡颜的人 你们看一下我自己的睫毛 那它本身呢就是属于这种比较软的 很容易塌下来的那种比较湿的睫毛膏 它很容易垂下来 那开发睫毛膏类产品呢 我自己的诉求呢 就是它一定要够卷翘 不会塌 而且呢能够防水 一整天都不会晕染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睫毛膏非常重要的一点 包装呢其实就是跟我们之前的太空舱系列 是一样的包材 会稍微长一点点 因为你的睫毛膏 它的这个刷头呢一定要够长 里面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有点像仙人掌的感觉 刷尺呢是很短很密的那种 那怎么区分好用或不好用呢 就是一定要看它的尺寸 够不够符合亚洲人的眼型 那这款它就是算比较小巧的那种 整体长度宽度还有刷尺的长度 也都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 睫毛条件和眼皮条件的 膏体都藏在那个小小尖尖的刷尺里面 所以你在没有毛的地方 它基本上不会蹭到 线面的弄出来给你们看 就它不是很浓黑的那种 就自然黑 灰黑色 它给你的睫毛就融合的是最好的 能够让你的睫毛看起来更浓密 但不会有那种特别夸张的感觉 然后它里面你细看呢 也会有一些细小的黑色纤维 对这种黑色纤维呢 就可以嫁接在你原本的睫毛上 你就算不用后续的睫毛膏呢 它也可以直接出门 它不是那种会泛白的膏体 不管是单用还是 搭配你后续的睫毛膏来使用的 它都是非常棒的 就如果你的睫毛 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塌的人 你在刷睫毛膏的时候 就可以先夹一个眼睛 然后画完再夹另一个眼睛 因为如果你两边都夹好了 它其实是会慢慢慢慢往下塌的 所以在你刷睫毛膏之前呢 它都没有办法定型 那你先夹一边 然后让它定型之后 再夹另一边 其实会比较好的 这个相机好像拍的不是很清楚 我看看能不能换个镜头 我换了一个100毫米定胶 就现在两边都没有涂 它是根根分明一点都不会结块的那种 能看到那个效果吗 就我睫毛条件实在是不太好 这个是一层的效果 然后我现在再来刷第二层 这个只是睫毛大地高哦 就已经非常翘了 而且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用后续的睫毛膏了 然后我现在刚画完大概一分钟 我用手去推我的睫毛 你们看我的手上是完全干净的 这个睫毛膏它定型效果超级厉害 现在你们可以看一下两边眼睛的对比 我现在已经把镜头换回来了 就它还是很自然的 只不过呢 就是你的睫毛本身看起来就比之前要浓密 而且会更长 同时更翘 就它非常快干 它成膜很快 这个睫毛膏是我用过的睫毛膏里面 最不晕以及最防水的 但是你晚上卸的时候还是很好卸的 你用眼唇卸妆液就可以卸得下来 整体使用感上面对于睫毛膏本身的诉求呢 我觉得它都有做到 那我现在呢就把我这边的眼睛也补上 都画好了 然后在这种程度上 你可以再用自己的电睫毛器 或者是再用睫毛夹去夹一下 会让它更翘 然后我现在呢就来用这个电睫毛器 我私下还挺常用这个的 我觉得有用没用差的蛮大的 推荐给大家 然后就从你的睫毛中段开始往上 现在呢你就获得了根根分明又很翘 但是又同时很自然的睫毛了 而且这个睫毛是不管你凑多近呢 它都看起来很干净的 睫毛的部分呢就已经讲完了 我刚才有用液体眼线液笔画一下我的下睫毛 因为我没有什么下睫毛 现在呢我们就来专心的讲我们的点彩画拍眼影 这次的眼影的名字呢叫做点彩画拍宝石双色眼影 那它的名字呢点彩画拍其实是来自于点彩油画 它是由不同的颜色一点一点的拼接而成 堆砌而成的这种效果 你们会看到不同的色彩 特别是你在眼皮上把它剥开 你就会看到不同颜色闪光混在一起的感觉 这次眼影的质地呢跟我们以往出过的眼影 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一点点像橡皮泥 就是土豆泥质地的感觉 它可以压出一点点小坑 它有一点点软度 包括这边的这个葱片 你要是使用手压呢 也能感觉到一点点就是它是软的 然后这种质地呢 其实比较适合这种亮片质地的眼影 来附着在你的眼皮上 所以它不太容易会掉落 但是你平时用的时候不需要去使劲的去按它 你稍微轻轻的摸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葱片也是 很轻易就能取到里面的闪了 然后这两种质地呢 都是适合叠加使用的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单用 我今天其实用的眼影呢 就是月相的桂月 做眼部还有腮红 这边眼镜用到的是这一盘 这个色号叫做蓝细 闪片质地 它是比较适合大面积去用的 因为它比较细腻 很璀璨的碎闪的效果 像星辰的那种 一颗一颗波光灵灵的 然后另外一个质地呢 是一个很细腻的葱片 已经有一点点黏腻的程度了 所以它眼皮上的附着力非常好 一般用这个葱片呢 你可以用拍的 也可以像我这样用拉的 然后再去拍它 然后这边这盘呢 叫做粉细 你们可以看到它相比较 这边呢就会更加贴近皮肤的颜色 就是金色和粉色相呼应的感觉 亚洲人的黄调很接近很搭的 偏暖色调 然后里面也能看到一些微弱的绿色 在眼皮上非常的自然 很日常的一个闪 下面这个葱片呢 大部分反射出来的是这种绿色的颜色 这两盘眼影呢 我今天都只用了上半部分 然后我现在呢 就来展示一下这个葱片上眼的感觉 上葱片呢 你可以用手指 刷子 棉签都可以 我觉得手指是最方便的 就取你最小巧的这个小拇指 因为手指是有温度的 它取的会比较的多 好了我今天点在眼下 就眼球下方这里一点点 制造一点点仙女泪痕的感觉 你看到吗 它是绿色的闪 我上的比较多 为了能给你们看到 其实私下你可以少上一点点 若隐若现的是最好看的 那这边呢 我就来上这个葱片 这个葱片颜色超美 很梦幻的紫色蓝色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绿色和粉色 冰雪奇缘的感觉 但是它整体的闪度 没有这边绿色那么强 我把光再调完一点 其实四个颜色呢 都不是很像 就是差别还挺大的 那关于葱片呢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会问 就是这个葱片会不会掉 答案是它肯定会掉 但是这款 我觉得已经算是 不太容易掉的葱片了 我没有办法 保证它百分之百不掉 但是我在附着力和 它整体的尺寸上面呢 都还蛮有信心的 就相比较同类型的产品 它算是比较牢固的 如果用在上眼皮的话呢 就用的少一点 不要用太多 我是比较建议大家 只用在下面的眼睛的部分 像脸上其他部位呢 都是可以用的 都没有问题 这次你们收到之后呢 会有一个这样的小盒子 这个是第一次的包装打样 因为后期呢 我们把英文这里改了 因为按照最新的花盒法规呢 有英文的地方 一定要有中文 所以这个排版呢 就后期把它改了一下 但大体的颜色呢 就是这样子的 上面的颜色呢 就代表这一盘眼影里面 会有的色系 这次的颜色呢 就突破了以往雨季的那种 灰白色系 很简约的花盒 做了一个彩色的 随包装附送呢 我们还有送小贴纸 这次单独做的 跟之前我们做的 月项贴纸的材质 会有点不一样 这次的贴纸呢 也是根据它里面的色系 做了两张 会放在那个包装花盒里面 蓝色呢 就会收到这一张 粉细呢 就会收到这一张 你们可以用它去贴 这个眼影盘 也可以去贴 你们自己的手杖 给它贴一个 贴了一个在这儿 超级可爱 我觉得贴 少一点比较好看 贴多了呢 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这次的包装呢 刚才给大家 大概展示了一下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近景 这个logo是在中间 这个部位 然后下面就写的是 它产品系列的名字 Pointlism Draw Eye Topper 在这次视频的介绍最后呢 我还想要再加入一个卸妆的环节 因为这次两个产品 我觉得在卸妆上面都需要 给大家多一点介绍 特别是这个点彩的眼影盘 因为它里面有葱片嘛 我建议你的眼妆 一定要用眼唇卸妆液 搭配卸妆棉来卸 因为如果你用膏状的 或者是油状的 这样揉搓的话 不光卸不干净 而且还可能会揉到你的眼睛里去 然后特别是睫毛膏的部分 我觉得也是需要搭配眼唇卸妆液 才能卸得干净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来示范我平时是怎么卸除的 其实跟我前两天分享的 年度护肤很相似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 给大家义务的来教学一下 理肤全的眼唇卸妆液 还有我们自己的 雨季的深水化妆棉 这个深水化妆棉搭配眼唇卸妆液 是最适合的 因为它很薄 深水的同时它又非常贴合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 为什么贴合很有用了 就一般我是取两张 它的大小呢 刚好是可以覆盖一只眼睛 看到没有 刚好覆盖一只眼睛 把它叠起来 我觉得跟你用的产品是有关的 当然你选择卸妆力强一点的是会更好 多用一点 大概我每次用这么多 就保证你正反 两张都占满 卸妆产品呢 一定要多用一点 能够最快速的 不费力的卸妆 这些产品呢 本来就是消耗品 比你的保养品 就是抗老类型的产品 都要便宜 所以不要去省这个部分 不然你造成的那些细纹啊 干纹啊 其实很不划算 然后现在呢 把这个直接贴在你的眼睛上 就这样 让它就把空气都挤出去 特别是在睫毛这个地方的凹陷 把它压平 让它完全渗透到你的彩妆里面 然后拿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往下拉 也可以往两边拉 也可以直接拿掉 那我今天就直接拿掉 完全不拉 好 又这部分不小心 盖到我的眉毛上了 让你们看一下 它差不多就已经溶解了 我的睫毛膏 看到我的睫毛呢 都已经溶解了 并且掉到了我的下面 从上往下 从里向外的这个手势 去擦 然后你的上半部分的眼影 就全部擦掉了 你眼镜最好是先摘掉 因为我现在在录影 所以不方便摘掉 还是用同样这一片 但是把它反过来 这面是干净的 它是没有彩妆的 然后把它 怼到你的睫毛的底部 下半部分 就是你的眼睛 上眼皮下眼皮 把这张纸呢 抵住这里和这里来卸妆 这样才能够把里面卸干净 压着下面 然后现在闭眼 你的睫毛全部都沾到了 这个棉上 然后你轻轻的一拉 就往外拉就好了 你的睫毛的那个形状 几次可能是全部擦不掉的 可以多来几次 我有时候呢 就是会很轻很轻的 去往上 像刷睫毛膏一样 去刷这个睫毛 你怎么上睫毛膏 就怎么样卸睫毛膏 然后下半部分呢 你就拿这个棉上 还干净的地方 最轻最轻的手法擦一下 就好了 直接把这个眉毛卸掉好了 留一半 这边就非常干净了 这个技巧呢 其实就是多用一点卸妆液 其实没有啥别的技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尽量选择这种 无纺布类型的卸妆棉 它会有一点点的摩擦力 你不要用那种特别软的 就是表面是那种棉的 有棉絮的那种 那种它其实摩擦力很弱 你用一下的拉力 其实拉不走你全部的眼妆 反而还需要反复去搓 其实对皮肤还是拉扯更大了 给大家看一下眼睛内部 就是特别特别干净 我完全没有费力 就是我平时如果不讲解的话 这一套基本上也就是一分钟的事 到这个程度之后呢 你再去全脸的 用你其他的卸妆油 卸妆膏 卸妆水都可以 把你的底妆擦掉就行了 记得不要忘记你的唇妆 刚才忘记擦了 这个就是我卸完了眼妆的样子 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吧 然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都可以在下面问我 希望我可以帮助你们答一解惑 那今天就到这吧 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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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